她曾经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 却能用一根轻盈的羽毛 积生起三十斤的树枝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一起来看看 这是一场令所有人窒息的表演 一根小小的羽毛 压住三十斤的平衡 这是一位家庭主妇创造的记录 才短短半年的练习 就超越了日本大师 有情主角钟荣芳 为您讲述一根羽毛的神奇 有情本期主角 你好 大家好 我叫钟荣芳 我是一位平衡大师 钟荣芳一上场的时候 就手上拿着一根羽毛 所以这个是您接下来要带给我们的表演 是吗 对 是我表演需要用的道具 这是普通羽毛吧 对 就普通羽毛 什么叫平衡大师 就是这个羽毛它虽然很轻 但是它可以把一个很大的一个庞大体系支撑起来 所以练习这个您花了多久的时间 我花了半年多的时间 我明白了 她以前肯定练杂技的还是练舞蹈的 都不是 我是灵基础 越说越神了 那这样我们先欣赏一下您的表演 可以吗 好的 好 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神奇了 两位老师看完有什么感想 我看完以后六个字 惊奇 惊叹 惊呆 我想知道你这个表演是原创的吗 这个不是我原创的 也是我在网上一个舞蹈家叫智田美带子大师 我看了他的一个视频 然后我就开始自己琢磨就模仿他的 然后我在他的基础上我添加了我的创意 两根牙签和一根羽毛相当于原来是一个平衡的一个体系 后来我创的就是一个立体的体系 咬子就上来了 这当妈妈的还真要练一个给你瞧瞧 他开始查资料 了解到原来这位东方面孔的演员叫做智田美带子 是日本的一位平衡大师 在欧洲有着二十年的表演经验 钟荣芳就开始一边搜集平衡表演的技巧 一边研究这智田美带子的视频 但是和大师比起来 钟荣芳完全是零基础啊 甚至在第一关道具制作方面 就让他栽了个跟头 美带子大师用的羽毛是鲜鹤的羽毛 那这上哪找仙鹤去啊 钟荣芳就只能推而求其次 两块钱在网上买了一根鹅毛 接下来是梅带子表演时候用的树枝了 那是什么树呢 没见过 钟荣芳是走遍了成都大大小小的市场也没找到 最后只能去河边捡一些铁树枝 硬度是够了 可是上面全都是看不见的小刺 结果这还没把树枝打起来 他的脸上头上都没那种小刺啊 扎的全都是伤口 不得已 钟荣芳只能每次戴着头盔和草帽联系 结果因为样子太搞笑 儿子常常在旁边笑个不停 但是夸下了海口 那就得做到 钟荣芳每天都在拼命的练习 因为天生的平衡感好 再加上他从容平和的心态 你别说 才练习了两三个月 他就能打起五六根树枝了 老公原来把这事当玩笑 可是看到妻子的表现 也不得不竖起大拇指 于是发动了强大的亲友团 帮妻子找到了美代子大师用的棕鲁枝 有了顺手的道具 钟荣芳的练习也开始加速了 可就在他以为要大功告成的时候 却遇到了一个卖不过去的卡 帅啊 滑 哎哟 滑 我跟你说 因为在我们演播室的地板上 玩这个滑板真的不容易 因为我们的地板很滑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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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多快 余老师 你刚刚不是质疑来着吗 宋妈妈特别没有吹牛 我看到你儿子的表演八个字 眼花缭乱 木灯口呆 而且我认为他们家还有一项世界纪录 你看妈妈静态 儿子动态 这绝对是世界最平衡母子 还真是 一个静一个动 汪汪儿子 怎么称呼你 我叫沈 可以叫我沈阳毅 沈阳毅 我们叫小沈好了 小沈同学 你学这个花样抛球学了多久了 花式抛球怎么说呢 学了多久有点数不清了 我也没认真计算 几岁开始学的数不清了 大概是八九岁吧 我现在还没满十六岁 七八年了 我们那边很多人都喜欢玩之类的 有一天我爸和我妈出去打球 然后我妈妈捡球 捡着捡着我学人家马戏团的抛球 然后我就这样觉得挺好玩 抛啊抛啊抛 抛了差不多半年左右 我就能抛六个球了 哦 你自从你父母发现你的这个潜能以后 有没有送你到正规的这一些训练班啊 甚至院校去培训呢 因为是全世界有三个世界冠军 他们都是抛七个球 而中国还没有人抛 所以我抛到六个球的时候 其实全中国已经没有人教我了 那个时候呢 我爸爸看我 还差一个球就能打听世界纪录了 他就专门强化我训练 原来你背后还有一个教父啊 对 我们也来见见这位神奇的爸爸好不好 来 有请 欢迎神爸爸 太了不起了 培养了一个世界吉尼斯记录的冠军儿子 然后又把夫人生生在家练成了一位平衡大师 那问一下这个沈爸爸 平常自己在家里教他训练 除了练这个花式抛球之外 还练什么别的吗 是这样的 就我把小孩带回家是自己教的 他不上学是吗 对 他没有去学校 所以我在家里花了两年就把小学学完了 然后让他去学跳级上初中 但学校不支持不让他上初中 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 正好他不是玩球吗 他现在有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感觉到风险很大 因为其实抛球这是他的业余爱好 哪怕拿到世界纪录 我想以后也是不可能当饭碗的 那么作为父亲 是不是有点对他不负责任呢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研究了一下 抛球在国际上 它是一个很热门的 甚至于著名的什么太阳马戏团 如果他要去的话 甚至他才可以去了 所以就是说这个可以成为饭碗 那么文化学习呢 那么人化学习我们没有丢 他现在之所以没有去这个外国的杂局来 或者太阳马戏团或者什么 就是我觉得他 我不想让他丢掉学习 反正他这个范围已经定了 就可以寻找自己的理想 如果他将来想当一个什么物理学家 想当一个科学家 想当一个什么创业者 都可以去发展 而且在发展的时候 万一不行实在不行了 再说 这相当于是他的退路 我有另外一种担心 我倒不担心说 他一定要在学校读书 拿多高的分数 那个本身就是一种大众教育 义务教育的一种伴侬 我担心的是 他不在学校里跟孩子们一起 跟同学们一起 长大 他没有普通的回忆 没有儿时的玩伴 我可以到体育层 公务员 包括他的周围的玩伴 学生都可以多交流 甚至他的交流的时间 比在学校里边 就是正常上学的 学生的时间还要多一点 但是 这样的 对对对 然后这个没有问题 你确实保证了 他比如大量的 在户外运动的时间 然后去放风筝 去游泳都可以 但是他是跟您在一起 他不是跟同龄人在一起 我是尽量让他跟小朋友 那小朋友们那时候都在上课 上课 课余之后 我想听儿子说 你现在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 你现在快乐吗 快乐 而且你认为 不影响你和玩伴的交流 可我跟你说 这肯定不影响 我的朋友 我感觉我的朋友很多 我觉得周围 我的朋友应该是 跟同年龄的比起来的话 我的朋友应该是最多的 说心里话的朋友有几个 心里话的朋友啊 这个 说实话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么叫说心里话 我一般都是跟我爸说心里话的 那你有喜欢的女生了吗 这个我只能说还没有 那你有喜欢的女明星吗 你别回头看妈妈呀 其实我想问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马丁老师明白 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 当孩子长期只跟父母亲 单独在一起生长 当然你会比普通的孩子 获得更多的父爱母爱 那个家属的亲密关系 会比普通的家庭来得更为密切 但是与之而来 我也特别担心 就是他的知心的朋友 只有父亲跟母亲 他回答每个问题的时候 都会习惯性地回头 看爸爸妈妈 你让孩子一在家庭里 可能对父母的依恋过多 他多多少少都会 与同龄人稍微有点脱节 说实话 我能感觉出来 我说这番话的意思只是说 他既然已经具备了 别人没有的东西 那父母可以给他一些 别人也容易得到的 更多的一些东西 对他来说可能更好 我们当初的生活是很困难的 甚至于我在万不得已 我卖掉了房子 很辛苦 就自己挣的钱不够那个 不够支出的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卖房子 那你现在怎么住呢 你们一家三口 你在很小的一个房间 因为是这样的 我们当初就是说 生活比较拮据 我觉得不行 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方法 考虑了人生之后 我觉得做了一个赌注 就是我把房子卖掉 然后我把我的儿子培养的 尽可能的阳光快乐 而且成功找到他的个性 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你卖掉房子的钱 主要是为了培养 包括教育 对 刚才我跟小峰上场就说了 您夫人是一个大美女 说的没错吧 对 您儿子又这么聪明漂亮 我就不知道 您有什么过人之处 有此福分 我觉得 我老公很聪明的 他也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 老公也创造了世界纪录 我就说吧 他必有过人之处 要不然怎么能压住你们呢 对不对 他是我们家老大 老大 老大有什么更精彩的过人之处 他是 蝶宝林球 也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哇 哇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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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太厉害了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 一家三口 联合表演一个节目 而且这个节目 如果表演成功的话 那绝对是你们家庭原创 对 你知道这个 他都不怕别人 去剽窃他的创意 因为你剽窃也没有用 最终我们家 只能我们三个人来完成 有道理 不可能说一家三口 全部会表演 对 不可能 现在正在想一个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期待着 早日看到你们全家 精彩的表演 好吗 也谢谢你们 今天来到游行节 谢谢